大家千万别喝水 为什么 千万不要喝水 不 不能喝水 是英文 哎呀 来来打字可真慢 谁有什么不能喝的 我就是要喝 喝水根本没事 不过 我得去上个厕所 厕所我进 为什么不让我进 大龙 芒果乐园的厕所都在维修呢 还需要一个小时 所以我让大家互相通知一下在外面的人 先不要喝水 什么 是英文 室外的厕所都在维修 大家回家再喝水 原来来来要说的是这个 怎么会这样 大家千万不要接电话 千万不能接电话 哦 这措施又为什么 是英文 哼 接电话又怎么了 妹妹打字也这么慢 气死我了 哎 年年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我接 我打来看看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龙 终于找到愿意接我电话的人了 我正在准备学校的歌唱比赛呢 其他人好像都很忙不接我电话 你帮我听听我唱得好不好吧 好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照亮我一如天 你是我 生命中最美的笑语 你如爱好变选今天 怎么样 大龙 我唱得好吗 哦 天呐 妮妮 你还是在去练习练习吧 哎 妮妮唱歌真难听 这下我知道妹妹她们为什么说不能接电话了 排队打饭了 我要排在妹妹口面 还什么队啊 这桌子上不就放着这么多好吃的吗 我们直接拿走吃呗 等等大龙 这个不能吃 这个是 哼 好了妹妹你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你也很想吃 但是这是我先看上的 我是不会跟你分享的 不是的大龙 我不跟你抢 但是这些食物真的不能吃 因为这个是 哎呀 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吃 大龙不能吃 这是我用魔法做的饭 吃了以后肚子会疼的 什么 妹妹你怎么不早说 我刚刚是要说的 可是你一直在打断我 哎呀 我的肚子开始疼了 我要去厕所 桃子老师 放学这么久了 大龙怎么还不回家 也不接电话 大龙在教室里呢 也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了 一直不说话 啊 是我给大龙看了晚上说 千万不能说话的 可我奶奶 你这样骗我 大龙 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听话 还不是因为 之前大家说的话我都没听 所以一直倒霉 大龙 你之前遇到的那些事 明明是因为你自己总是没有耐心 不听我们把话说完 大龙 人和人之间交流 如果不听完对方的话 也是很难判断的 你应该让自己再更有耐心一些 这样不仅尊重他人 也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乐乐 你也不应该随便开玩笑 对不起 我们知道错了 伙伴们 你们也要做个有耐心的人啊 我们下期见